潘小姐双手核实诚心祈求 七都妈保佑离癌的陈先生病况可以好转 特地带着陈先生到庆祭宫拜妈祖 祈求身体可以度过难关 由于住在七堵东兴街罹患扁桃腺癌的陈先生 和同住家人潘小姐 因为庞大医药费导致生活陷入困境 因此也向基隆市议员杨秀玉陈琴 杨秀玉也将个案赶紧转介给 七堵庆祭宫协助申请急难救助金 经过庙方委员会派人实力查访后 紧急拨发两万元急难救助金 帮助陈先生 本庄以能力净义 麻祖的精神来救发人 这边由杨秀玉陈转介过来本公 经过警戒委员会 这些新杂委员新杂任委 有需要和准 大家共同两万块新台币两万块 做一些急难之用 这种急难我们本公本来就持续 做这个有需要的人 经过委员会 经过审查委员会审查过 我们都会做这些事情 持续在做 市议员杨秀玉也捐赠生活物资 给陈先生和潘小姐 并且呼吁社会各界可以伸出援手 持续帮忙 潘小姐就有一次赖给我 那就说她这个就是家里发生这个事情 那我她就跟她约在服务处 那到服务处的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 我也看了真的很心疼 那我就是想了一些 就是找一些相关的单位 又找了几个单位 还有我们亲戚工 那这边就是来申请这个补助 那我们知道七毒妈一向就是发这个慈悲心 那我们这个委员会一向都是会针对一些个案 比较困苦的一些家庭来特别来帮助 那谢谢非常谢谢我们那个 柯主委委员会对我们这一次这个个案的一个协助 那因为这个潘小姐先生 他是那个肿瘤那个什么扁条线二 那个二性肿瘤已经第四期了 已经没办法进食了 那那个真的是蛮辛苦的 那他最近也拿一些手工在家里 就是家检做 家检贴补家用 那修毅在这边呼吁 我们就是说 就是各方的一些善心人士 如果说觉得这个 这个家庭需要协助的话 请尽量大家来帮忙一下 还是需要大家的爱心 对于杨秀玉议员的协助 以及庆济公的大力帮助 都让陈先生和潘小姐非常感谢和感动 说真的我自己本身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就要去找谁 可是好险真的有杨议员的帮忙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 谢谢 潘小姐表示 由于必须全心照顾陈先生 无力再找工作 生活才会陷入困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